我們看今天的消息 過期要引起正義的台台的報酬生 來歷代孤獨台鳥的案件 他說射檢來台三隻鳥的報酬生 本來他先讓人當拍一年六個月 有機動性 不過在他拿出上手後 跟他看到他的政府 只能證明他台是一隻鳥 所以該拍他六個月 正台台報酬李南榮 比如說跟他所持的鳥 占你不會去台高市 讓朋友用臨肉所在的方式取材 在這幾年被驚訪依照 違反動物保護法起訴 本來一新的時候 法官調查李南榮 石鹸台台了三隻鳥 拍一年六個月 綜合了動物保護法的 時事上等行 嚴果全然經過上手到二新的時候 國議就是說 比如說只台台了一隻鳥 另外兩隻鳥的進骨不夠 所以該拍六個月 一年一口罰金三十六萬塊卡定 那他不接受也不行 他只是說 他們家籌不出三十六萬繳罰金 他說他去求職工作 找了十幾個工作 公司都不要他這樣 法官認為李南榮跟鳥 極台高市 秋冬吃三點也沒有煮鼻子 不過考慮到他 客戶也不會完成 也沒有健康才會該拍六個月 只是董伙團體 對拍這麼近感到真無奈 我們最後判成變成可以罰錢了事 顯現台灣的社會可能還是某種程度 是把動物當成是物而已 還不覺得它是一個生命 它是一個擁有跟人一樣 一種生命價值的這種對待的角度 董伯團體說 後美國家對這種極臺動物的案件 都發生當 表示台灣對動物保護意識也不太好 希望這條這件案件 可以讓社會一個經濟的作用 也希望大家可以尊重動物的死命 記者綜合佈讀